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依旧可爱 人畜无害 大头 圆脸 粉色 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 打个招呼 全身都在用力 钓个鱼 每一针都可以截下来当表情包 这个粉色气球为了让自己浮在空中 可以憋气憋到大脸杖的通红 攀态可居 但是只要卡比一张嘴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不管面前是敌人还是什么东西 卡比都能通通吸到嘴里 但凡能吃下的 就能把吸收的能力复制给自己 我最喜欢扔炸弹的能力 因为在水关卡里 我发现我扔出的炸弹 会自己套上游泳圈 飘在水上 太犯规了 同样是炸弹 凭什么卡比的就这么可爱啊 还有那个没有用的睡窍能力 一发动就立刻睡着 这个能力还能升级 升级之后 你会拥有一张大床 获得精致睡眠 这能力就是 纯麦萌啊 至于那些卡比吃不下的东西 虽然吃不下 也可以先塞在嘴里嘛 在这个塞满嘴的形态下 卡比能够直接驾驭物体 攻击力变超强 能秒杀敌人 破坏坚硬的物体 还能解锁更多的想象力 比如化身三角锥击碎水管 让喷出的水花把你举高高 推下圆圈 深呼吸一口气 吹散沙子 露出宝藏 或者站上小船 自己当番 没有讲也能滑 吸入自动贩卖机 吐出的罐装果汁 不仅能作为坚硬的子弹 击碎铁门 也可以自己喝掉来回血 每一种能力或者形态 都有合适的使用时机 来回变身 能够让人时刻保持新鲜感 这是卡比在简单之外的乐趣所在 比如有个关卡 就需要吸入和墙上 动动相同形状的物体 才能触发机关 来回倒腾 一顿忙活 顺利过关 就很快乐 说到关卡 每个世界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 里面的每一个关卡也各具特色 我最喜欢这个游乐园主题的世界 真的很像一个人类世界会有的乐园 有小火车 破山车 还有鬼屋 卡比的设计 本身就比较偏向走马观花 放在游乐园里 再合适不过了 游戏里的回血道具 都是做成食物的样子 蛋糕啊 甜桶 咖啡汉堡 看起来都好好吃 放在快餐店的场景里 也太应景了吧 我也好想吃吃看啊 还有鬼屋 即使是鬼屋 也好可爱 游戏很聪明地搞了个电灯泡 三满嘴的设计 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 还能把小怪物和专门用来下你的纸板怪物 给照出来 有时候游览着关卡里的景色 一不小心就会忘掉任务是要拯救瓦豆鲁迪们 有的时候他们藏的还真挺深 大部分关卡想要通关是非常轻松的 在关卡里还有很多隐藏的小任务 做完还可以多救一只瓦豆鲁迪 想要多救几只回来 那就免不了反复重玩关卡了 当然如果你不想重玩 游戏也绝对不会逼你 放轻松随便玩 游戏是非常尊重你的意愿的 至于我自己 当我只是抱着好奇心 探索场景里的各个角落 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任务 并且解决了它的时候 我真的会感觉到蛮开心的 比如这里只要靠近小鸭子 它们会自觉地跟着你跑 当我拐卖了一群小鸭子 大摇大摆地穿过马路之后 把小鸭子还给鸭妈妈 母子团聚 皆大欢喜 再比如让卡比对着水管喝饱水 在水球塞满嘴的形态下 除了可以喷水清理毒沼泽 洗刷怪物 只要充满爱心的 顺手浇浇花盆里枯萎的花 就又完成了一个任务 这种可爱的小设计 在许多关卡中都能看到 它们也成为了 我在这场冒险主持中的美味调味品 当我们拯救完瓦豆鲁迪 回到小镇 这才到了游戏最温馨可爱的环节 这个小镇是一个既像小公园一样好玩 又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 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武器店 这里收藏了你在探索中找到的所有能力 它们像衣服一样 被穿在店里的卡比模特身上 以至于每次我进武器店更换服装的时候 都有一种在商场里shopping的错觉 另外你还可以疯狂扭蛋 玩小游戏 还可以在餐厅里打工 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街头乐队 让我想到了动森里的KK 卡比游戏里的音乐都存放在了这里 你还可以把零钱扔进琴河里打赏它们 哦对了 还可以钓鱼 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两把椅子的啦 作为摆设也太多鱼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是为双人模式准备的 如果你们恰好是情侣或者朋友的组合 游戏贴心的把血量共存也保留了下来 一起钓鱼扭蛋打boss会是非常可爱的体验 完全不用担心分手问题 说起来探索发现刚好是接在老头环之后发售的 因此还得了一个儿童环的外号 玩到游戏的后半程我才醒悟 原来被叫做儿童环不是因为简单 恰恰相反 是因为这一作像比以前反而难度高了一些 但不多 游戏的最高难度也就是狂野模式 是在游戏过半才开始有点挑战感的 纵观整个游戏 虽然boss的重复利用比较明显 但单看每个boss都还是设计的蛮好的 攻击方式都很不一样 这点让我很欣慰 因为卡比为了保持轻松简单合家欢的风格 故意设计成能飘在空中 而且攻击判定特别宽容 好让玩家可以轻松躲过boss的很多攻击 但游戏并没有因此就不认真对待boss的设计 他们的一招一招都有模有样 各不相同 我对内阁使用龙卷风能力的天鹅boss印象深刻 他攻击前起半的时候 会做像芭蕾舞演员一样的旋转动作 很优雅 我喜欢 还有一个 我不能剧透 所以只能悄悄地说 最后的boss战我很喜欢 特别的华丽 搭配稍微强一点的挑战感 我相信这绝对会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绝佳体验 除了挑战boss 如果你是喜欢挑战本身的 这里还有无数个现实挑战在等着你 考验你是不是成熟掌握了大卫王卡比的各种能力和形态 游戏贴心的地方还有很多 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死亡两次以上 游戏就会自动弹出 建议你调整为春风模式 它是真的不想给你任何挫败感 但同时也温柔地鼓励你 再挑战看看吧 新知卡比探索发现 是我第一个完整通关的卡比游戏 我发现它改变了一些我对游戏的固有看法 太简单真的是原罪吗 我觉得不是 这是我很少有的 可以坐在沙发上用任何姿势玩都可以的游戏 连打十来个小时完全不会累 脖子不疼精神放松 这种体验对于常打游戏的我来说 竟然其实很少有 我原以为我会很快失去兴趣 但探索发现 尝试给玩家带来除了难度以外的新鲜感和趣味性 也在卖萌这件事上 做了很多其他游戏没有的努力 怎么说呢 可能不太准确 但玩起来的时候 这种放松的感觉 让我想到了一个东西 指尖陀螺 就是我也不用动脑 一直盘一直盘 盘它就行了 一盘一下午 卡比也是这样 一直在变着花样的让你忙起来 各种变身一直在切换 动茫茫 细茫茫的 热热闹闹 边打怪边解谜 诶 不关了 而且在卖萌这件事上 卡比是游戏业内 唯一认真而且专业的 不仅是卡比本身长得可爱 游戏里的场景 道具 任务 一切的一切 都在为可爱服务 可能从初中上来说 探索发现是给小孩子准备的游戏 但对于玩的人来说 我觉得它是给所有有童心的人准备的礼物 可爱的场景 可爱的小镇 可爱的能力 可爱的任务 甚至是可爱的敌人 当然还有可爱的卡比 他们一起给了我一段 轻松 简短 又快乐的体验 也让我发现 一个简单的游戏 原来也可以让人很享受 一个人关在家里 录视频真的很不断 还不快留下三连 安慰我一下 这次的旅关系 不好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